有的学校是可以降级转专业的 就比如说你现在是22届 然后你要转专业 不好意思 那你要转专业的话 只能跟23届一起来上 然后你说老师我不想降级 春季转 第一个要求 平均学分基点不低于80分 且排名在前50% 第二个 已修读高速1或高速2 并且数学在80分以上 那老师呢 我就是没修过高速 那我怎么办呢 要求高考数学统计不低于120 你转专业不需要条件的吗 这叫转出门孩 每个学校转出门槛不一样 这是这个学校的转出门槛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转入门槛 你转入有没有考核呢 有没有比试呢 有没有面试呢 这个985告诉我们 我们学校转入是没有考核的 哇好开心不考核 那我没有考核 我想转就转 到后边还有一句话 你注意看一下 报名人数超过计划接收数十 报名学生专业排名比排序 比如说我计算机专业 我就招5个人 但是我这个学校有50个人想转计算机 而且这50个人转出条件都符合 那怎么办 没有考核 谁平均基点高 我要谁 不过瘾 想了解更多完整课程内容 跟我来 直接点击视频左上方我的账号头像 或者打开头条搜索张雪峰老师 进入账号主页 向左滑动页卡 点击专栏 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课程目录了 咱们想了解哪些主题 就挑选哪些课程怎么样 是不是很贴心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评论区聊我哦 那么需要完全发行 mehr 之后 论区愿者